2014年2月11日 加拿大昆蓬国际金融公司在钓鱼台国宴举行盛大新春晚宴 200余位来自政商界嘉宾及公司员工出席 集计议堂 吸引马年到来 本次晚宴的嘉宾包括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房立 安省旅游文化及体育厅厅长陈国志 万锦市市长薛家平 万锦市市议员何胡景 乔务领事钟红诺 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魏成毅等政界名流 各大地产公司代表 以及来自各个社区的多家社团组织代表 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么多嘉宾来出席昆蓬国际金融的晚宴 在这里我就祝福大家 马年吉祥 工作愉快 万事如意 全家身体健康 何家欢乐 非常高兴用昆蓬国际金融公司的邀请 来参加他们的新年晚会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他们的新年晚会 非常高兴 昆蓬国际公司在过去年里又取得了很好的成就 那么和华人社团以及和华人社会联系得更加密切 我祝愿在新年年里 在马年里 昆蓬国际在我们孙晓明女士的领导之下 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为我们华人在加拿大创业增加新的光彩 军彬过去几年我都有参加他过年的活动 我发觉他这间公司越做越大 越做越火爆 他的老总孙女士可以是女中的豪杰 所以在这方面人物有讲生意又相当之好 也代表了新的移民 新一代的移民 来这里工作和创业 在艰难之中能够取得一个发展 所以我就是年年都来公开一下他 和他打起了 希望他继续能够大展鸿巢 在这个马年裁员滚滚来 今天很高兴出席我们昆盆国际金融的新年团败 那么希望在孙晓明总裁的领导之下 事业真正意上 在这里跟大家拜个年 就是希望马年身体健康 事事由于 在这里我相信有90%的人都不是第一次来出席 昆盆国际金融的年会 我们这个公司有个很大的特点 十年前我们第一次办年会的时候 我们的嘉宾人数是160人 到了今天我们的嘉宾人数也不过200人 在十年当中我们只增加了三十几人 大家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增加的每一个人 在这里的每一位 我都把你们认作了我终生的朋友 这就是为什么 每一位在座的这里 在座的每一位 你们都永远是我的VIP历史上的贵品 这一点在我的内心深处是永远不变的 另外呢 我还要在这里隆重的感谢一下 我的父母 我爸爸 我妈妈 我婆婆 我先生 我儿子 我弟弟 正是因为你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正是因为你们长期以来坚定不移的支持 我和昆盆国际才有今天 尤其是我妈妈 妈 谢谢 昆盆国际金融公司总裁孙小明 在致辞时表示 今天的昆盆国际金融公司有着紧密及稳定的合作伙伴 睿智而精良的专业团队 广阔而又美好的前景 所以我相信未来 期待未来 我崇敬未来 谢谢大家 随后 房利益成果志等来自政商界人士纷纷上台致辞 在带去他们新春贺赐的同时 对昆盆国际金融的发展表达了强烈的肯定 以及美好的祝福 10年在2012年 有四个会组织了二十几位市长到中国访问 那么小明他提出来要组织一个市长去访问 我确实感到很惊讶 因为这是需要大量的工作 这边要联系市长你去不去 你什么时候能去 那个市长说这个月份 那个市长是那一整天 中国这么多城市有没有能力接待 他愿不愿意接待 这个东西就像两个人谈恋一样 大家要都有情有意才行 所以说 但是我佩服的就是他能够把这事办成 而且回来之后 每一个市长都非常高兴 我感觉 这个孙晓明女士在为我们大使馆 在为我们主任馆 在为加拿大的政府 在做出具我们的宗家的国际工作 所以在这点上 我再次对孙晓明会长表示 充分的感谢和肯定 晚宁期间 专业有精彩的文艺演出和幸运抽奖活动 方立总领事还特别高歌一曲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其和专专专专业演员媲美的歌声 获得了满堂歌采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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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door roy 组好 副灵 Jack Middell 广南无测跃 或许是新议员 幸运奥马逊 好,来自来,您自己来宣布 五三九,您交警示 539194 539194 这是谁呢? 大家知道吧 这是谁呢? 这是孙晓明女士的母亲 这是孽晓明女士的母亲 这是孽晓明的一位 孽晓明的一位 成功女士的伟大女性 有请,上来 有请,您怎么样? 来 回来,回来 好,谢谢,谢谢 这是加拿大网络电视记者 发现活动现场的报道